行,我们开始吧,这是今天我们的,我们还是我们的主性的例会,对吧,然后我们刚才提到,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提会了,提出来,然后我们在上面来给大家探讨,然后让大家都能有收获,对吧,因为就是大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现在我现在这上面已经有同学们问了几个问题了,一个是刚才问我们就是PM跟那个BA有什么区别,是吧,那这个其实一个是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就是职位,我那时候有我们讲过 有Architect的BA,Project Manager和Consultant Specialist都有,然后去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然后有什么问题再可以过来谈,那我现在就说,我就现在,因为我们刚好在上面今天,就这星期我们有一个同学去onsite,去面那个Base Analyst,因为他在求职BA,Project Manager,所以我就在问他,因为那个职位的Job Description都有,BA和Project Manager都有,那我就说,我说你,你还给我说最典型的,一句话, 告诉我BA和Project Manager有什么区别,是吧,其实大家只要这个,我只给大家一个一个引子大家去想,BA是面向业务需求的,很简单,就是业务需求,所以它的沟通交流就是需求驱动的, Project Manager是面向交付的,你是为了把这个项目,交付给你的Custom,成功的,在on time,然后with quality,知道吧,交付的,所以它两个,你看它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那那个,在这个过程中,BA在项目中,它也要engage到整个项目的Life Cycle,它从业务的需求分析, 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几块,一个specification,大家一定要注意,BA它交付相应的,这个功能性需求,功能非功能性需求,还有一个,它需要有UAT的测试,还有一个,第三个,它要train它的Custom,来,让Custom adopt它们的, 则路身的,是吧,那么项目经理,是在整个要drive整个项目的一个交付的,整个的一个完整的Life Cycle的,那么说,我说,哪个好做吗,哪个难做吗,显然,项目经理要难做的多的多了,因为你知道,对我们来说,communication,那个业务,是相对容易的,你非常focus,你比如你谈你的sales,那个process的时候,你谈你的marketing的时候,或者你marketing channel的管理,content marketing等等等等,非常专注,是不是, 你就是交流,了解这个整个的需求就行了,然后把它整理成文档,文档都是template在那,你把相应填进去就行了,是吧,那项目经理就不是这样了,项目经理它有很多很多的dependency,它有stakeholder,dependency,它有它的团队,而且团队有不同的disciplines,有developer,有tester,有techno lead,知道吧,而且它要go through整个项目的life cycle,它要采用不同的项目的交付的methodology,对不对,而且它中在项目过程中, 有很多冲突,都需要PM来解决的,了解吧,所以PM的,而且它要drive,drive很重要,它要drive meeting,它要drive这个communication,它要drive这个solution,它要drive,drive,drive,drive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PM是非常难做的,因为它的交流沟通层面非常广,非常广,知道吧,你比如在一个会上,最典型的,你BA做到那就行了,然后因为这个会议是PM组织的, 然后你是到,只是到你那一块,你谈你的需求的时候,你来展示一下,或者有的人不了解你的需求,不清晰的时候,你来解释一下,是不是,但是你可以想PM从这个会议的开始到结束,整个它要drive,而且这个会议上有很多topic,了解吧,有可能是需求方面topic,有可能是risk,有可能是issue,有可能是resource,对不对,有可能是milestone,等等,这都是PM要做的, 所以PM的交流沟通的面非常广,它是,所以说这个,而且它整个项目的成败都在它肩上,知道吧,所以这是PM,我不知道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没有,因为我以前可能接触你的小题,他就没有BA这个角色的人,对,对,对,然后再谈到BA,我那个昨天晚上我跟我一个朋友还在打电话聊天呢,他一直就是以前是做support的,后来他觉得 他out了,所以他跳跳跳,目到现在他的CIBC,目到一个做前端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是一个叫什么的,我忘了,也是一个系统,做那个就是那个consumer,就是做前端跟客户支持的那样,也是一个平台,他就是,他就,他在银行待久了,他就觉得要做BA,知道吧,你像在这种企业里面,一定要跟业务靠在一起,去做业务的IT,他清清楚的很,你做后台的support, 他觉得没有前途,他c0b了嘛,然后那个他,所以他现在,就现在他跳到这个组织,他是当时给我来谈,我让他跳,就到这个组织,他觉得还是没有,他知道BA,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他知道,就在他们旁边,那个BA那个组非常大,他跟我说,很多很多的人,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是偏重于support的,但实际上他做support的产品,但是,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我说是一种机会的问题,你做BA, 不是说,让你去看看他们怎么工作,你就能做了,对吧,你要做进去,知道吧,你要做进去,所以说对他来说,他想靠到BA,他的BA这个领域还难呢,很难,但是他知道那个BA那个组非常非常大,还有一个那个,那那昨天我来跟他说,他觉得,我说BA,他以前BA是在,在两个VP下的,那现在一个BA的,就像他们那边啊,那个VP,现在这个BA跟他们是在一个VP下,实际上BA是绝对会, 是IT组织里面的一部分的,知道吧,你像微软,在Lenova,BA,BA是在两个VP下面的,是不是,对吧,但是他肯定是在统一的CIO这个organization下面的,所以说那个BA就是面向业务的,而且机会非常非常多,大家去到那里,你去印第的一下去,看一下,BA机会比开发还多,哇,好多,但是呢,这些BA也许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你要去看里面的那个job description,是吧, 但BA机会很多很多,那现在你比如做这种业务性的BA,还有BA需要有一个产品做依托,一个平台,你拼Generife的BA,你很难做,你很难找到,知道吧,你比如你做CM的BA,你做ERP的BA,对不对,或者你做那个Security的BA,Security Analyst,这些机会非常非常多,这个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这是BA,那我们在线上有同学问, 如果是跨省早工作,面试会要求非同学参加on-site的面试吗,还是更倾向于在当地人来选啊,这个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那个,呃,大家怎么想,这个问题其实看你的这个做的这个,你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这个这个stack, 你口袋的这个,这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数量,对不对,如果你比如在阿尔伯塔,我们这有做阿尔伯塔的,对不对,还有在那个,那个阿尔伯塔还有什么呢,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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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加拿大中部, 你看现在都有,还有上次我们那个同学拿的offer没有去那个,是吧,也是在加拿大中部,实际上就是,对吧,曼省,是吧,阿尔伯塔,对,然后那个,那个,那他这个,因为那当地他拿不到这样的人,所以他愿意让你过去,让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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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从比如多伦多地区,从加拿大几个大的城市来交人过去,但是呃,你你不要指望你做developer,一般的developer,因为都有嘛,哪都有嘛,是吧,这还就是说, 根据你做的技术,你的背景的稀缺的情况,那个企业来决定是否你愿意过去,是吧,那个我们这儿,我还有一个朋友叫Regina,是吧,叫有一个,Regina,对,那我认识了一个朋友,那当时他从这儿做,他是Security到那边去的,那他那个rate很高,对,他那很高,然后他是两周回来一次,两周回来一次,那个工资也不给他报销,但是他的rate很高,他rate到160去了,嗯,所以说, 他说,他说Security的这个,那他现在在香港了,我也给大家讲过他的故事了,那个我觉得他也快回来了,那个可能这个就年末就,那他是这样的,那那我就说像这样的一些一些职位啊,比如CM呀,包括你的security这样的,是吧,这种高端的,还有一些公司特别产品,一些产品,比如人人员批少的,那样的一些产品,在当地他找不到的,他当然就让你过去,但是你要是做一些大众化的技术,你比如,我觉得啊,你做BA,BI, 我觉得他就不需要到多伦多来找人,你做CShop开发,加化开发,他不需要到这边来找人,所以那时候他就倾向于本地,但是呢,你要做这些,这些方面技术,你非常高端,你比如你说CNArchitect,或者某个领域的,你说Expert,他找不到,那他当然要到多伦多来找人,是吧,这根据你,我们那个应聘的职位,还有我们所应聘的职位,所用的技术相关系,是吧,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到我们Dynamic CM,我觉得我们这些同学,你看,我们同学, 这些道有奥特瓦的,有Montreal的,有那个,阿尔伯塔的省,是吧,都有,到我们来找人的,对吧,还有美国,美国猎头到我们那来找,然后当时在加拿大,帮加拿大的公司来推人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技术体系,还是非常popular,非常popular,我不知道那个,我记,我看那个,我看那个,我看那个,我们马丽莎没有在线,她跟我说,她,我忘了她那个城市,她在那个西雅图旁边的城市,她那天专门过打电话说, 她们猎头才找到她,我忘了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因为那个,她是用中文过说,那个,非常需要,就是说,还问她还有没有人,就是,如果是我们同学在美国的,她那个城市不大,但是她说,这个特别需要那个Dynamic CM的人,她跟我说,就是我们这儿有同学,如果,如果我们同学要约到那边去工作,她在美国的西部,知道吧,你,你到时候把简历给我,然后你可以给,给玛丽莎,她直接把你推了,因为那个猎头还在找她,你有没有人给我,给我,我们很需要, 这是一个情况,基本上就是,就是这样,这个,这个问题,是吧,我再先回答一下,大家线上的一些问题,这个星期我们大概有几个面试,我们同学面试不一定都联系我,但是我至少在我知道有六个,这个星期我们有六个面试,这个星期还真觉,都是BA的面试,这个星期全是BA,全是BA的面试,然后我们有, 同学,星期一有两个面试,都是on site的面试,然后那个其中有一个是第二轮了,那么说,我们拿到第三轮面试了,是在下个礼拜,我觉得这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公司,我们,我觉得挺好了,这个鼓足,鼓足这个勇气,把它这个就去跟他们谈,第三轮了,是吧,那个猎头是在,不是,那个HR是在,在美国,这是一个global的company,一个consulting company,HR在美国,所以说, 最后最后谈谈从沃台华,本来是在沃台华的那个机会,后来我们现在把它放到,人家说你愿意到多伦多啊,那肯定到多伦多更好,所以说我们下个星期会会发生,还有一个那个,这星期我们有几个面试啊,就是刚才我们同学,那个,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谈到的,就是谈,是一个BA的工作,但是他里面谈到了那个project manager,这样一个roll,是吧, 然后呢,这个我没有拿到feedback,这个这个面试,这个位置非常好,我看到了,还有一个那个我们同学就跟那个猎头,谈了一下猎头,发了一份简历是吧,跟那个猎头来谈,那个,所以对猎头啊,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猎头,猎头就不要太当回事了,知道吧,猎头是来帮助你的,你必须我们同学说起猎头,你就是来facility我的,是吧,所以那个,跟猎头谈,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压力, 跟猎头有什么谈的,他只要觉得,我告诉你,他要觉得你,你要是可卖的,可推的话,他像那什么一样,他的冷脸也会贴你的,那个冷脸也会贴你的冷屁股的,只要他觉得你有价值,知道吧,所以而且猎头并不专业,他在这个领域去找到,他这个screen,找到source,然后把你推给他的custom,这是他的专业,对不对,他来facility的你,去拿到job,这是他的专业,他的专业, 不是来,就是来考核你的,也不是来那个什么的,来指导你的,这是猎头,所以说跟猎头谈,都没有问题,大家没有那个猎头嘛,是最容易对付的,但是我们可能开始跟猎头谈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麻烦,因为猎头有时候有的很aggressive,是不是,很咄咄逼人的,然后问你一些不搭界的问题,他好像他是那个应聘公司似的,我们这就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case,那个猎头来,是, 那还不是完全的猎头,他也是consulting company,但是当他来check reference的时候,非常的tough,我告诉你他tough到什么,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check reference,就那一家有问题,持续的有问题,很有意思,怎么有问题呢,这个也许是那家公司的这个特点,还是或者个人特点都有可能,那么说我们提供了,我们有同学提供了三个reference,都不够格,你知道为什么不够格吗, 是因为他check reference太technical了,知道吗,比如我们一个同学,我们同学在线,我们同学提供了他以前的一个同事,结果他那个问人家,非常的technical,对吧,因为我在跟这个他来谈,他才找到我来谈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发现,哎呦,这相当于我经历一场面试,了解吧,你做的什么项目,然后你是怎么做集成的,用了什么样的技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有什么衣袖,是吧,当时我还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reference check,当时我很,你会舒服吗,你想你会舒服,不会舒服的,我想,所以说你们的reference,遇到这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舒服的,因为你想reference,其实我对你在这个职场里面,可能我对你只是了解,我们只是一个peer的关系,其实我能保证你的是,你在这间在这边工作,然后你的工作的type,是不是,你做的大概的方向,是不是,然后基本上这是一个reference check,我愿意跟你一块工作吗,是不是, 是吧,一般是这样,但是他问的过于的detail了,过于的technical,所以说我们三个,我们同学提供的其他三个reference,都都谈谈的,就人家就说,哎呦,sorry,sorry,我可能我的live不到那个地方,你这样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是吧,或者哎呀,他我们只是一个peer,他具体做那一块,我不能跟你说的这么details,好了,人家都这样很客气地说,但是他还是后来找到我们的那个candidate,他说你再给我提供其他的reference,是吧,这是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specific的一个例子,大家keep in mind,是吧,这是唯一的,就是在这个channelreference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那个,那三个,就三个都没有行啊,都不能pass他的technicalinterview,是吧,那也太难为那些reference了,是不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所以说为了这个事情就trigger了我,就给大家讲了,如何做reference,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如何做reference,是吧,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讲了,我这个reference还有一点 有的,有的像这样的一些情况,还真有意思呢,这是唯一的一个特例,就就一家公司的这个人,所以大家不要太在意,知道吧,这是一个非常特例,所以不用管他了,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那我们这星期六个都是BA的面试,还有有的我拿到一些feedback,一些你给我大概是看,有的没有拿到,比如我们那个同学去礼拜几,礼拜四,去面那个senior的BA的这样,非常好, 但是我没有拿到information,那个还有一个我们,刚好我们一个同学昨天也是谈了一个机会,然后呢,刚好昨天跟我说,我们因为我还是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这里面,大家在这个面试的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以前98年的时候来到这个国家,我们那时候是来到这个国家,那是泡沫嘛,很好,那时候找工作大家都在找,所以我是一个非常open的人,那时候我在面试的过程中是绝对给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家很热闹每天,都是在那个楼里做的,都是求职的,知道吧,大家有什么遇到什么挫折困难等等经验,都在我们家来分享,我是非常open的一个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希望大家open,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圈子里头,然后在家里面大家的一些经历,然后一些经验,关键是经验,对吧,面试的一些问题,是吧,都可以给大家分享,然后在这里面,其实在分享过程,自己也提升,大家也能收益,是吧,这是我的一个建议,所以说,我 我请那个,我请艾伦,艾伦你在线上吗,你能说话吗,我对,你来给大家,你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艾伦有一个非常好的面试,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跟我谈一下,我觉得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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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啊,好,我听得见吗,听得见,请讲啊,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的一个面试是,昨天是一家公司的hr给我的一个电话, 电话面试,然后,他上来就先问,就说,跟你说,我go through一下你的resume,然后就是,从你的,从你的最,最远的那一份那个经历开始问起,就是说,你在那份公司,让你自己,让你自己,让你自己讲,然后,就是解释一遍,你最,就是时间最久的那份经历,然后再讲到你最近的那份经历,讲完,大致讲完之后,他就问,那你最近的这份经历上,你在做什么,然后你就把你的, 工作讲一遍,然后他就会,然后他又问你说,那你,呃,就最近这份工作,就说,呃,你在进去的时候,有没有问,碰到什么technical的问题,然后是怎么解决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进去以后,我是,啊,就说,我现在这个工作是在做一些,叫digital marketing方面的问题,做一些email campaign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刚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就是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去帮他们set up了一下那个, 啊,没有champ和那个CRM的怎么怎么连接,然后就是,帮助这个公司去,开始做这个事情,然后,然后,下面他就问说,那你在你的工作过程中,是什么给你带来的那个最大的一个动力,然后,你怎么回答,然后我就说,我,我的工作就是说,把,就是做那些email,email campaign,然后发给那些客人,把客人带到了, 公司,然后最后完成了销售,就对我是最大的那个动力,然后,那他又问,那反过来,对你就是,呃,反过来问,就是说,你最没有动力的时候是什么,就,然后我就说,我说,我是,啊,我曾经有一整周,就说,我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来,然后,导致就说,就感觉我自己很,很,就是很,很sad,就是非常的upset, 然后,就这样,然后,就这样,然后他就问说,那,如果说,选中了你,来,来到我们公司的话,那你怎么跟我们公司那些,呃,就是,新的同事去那个,呃,怎么样沟通,怎么样跟他们成为朋友,然后,就说,我,我是,呃,一个比较easygoing的人,然后,很多,很多爱好啊,然后,然后,就讲到现在的工作,说,我现在工作有很多陌生人进来,我都能很好地跟他们交流沟通,所以说,跟,呃,不认识人,成为 朋友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然后,他又问说,那你如果说,呃,你,还有很多家公司同时录取了你,那你是以什么标准来,就是选择一家公司,然后我就说,啊,我选择一家公司,主要还是看这家公司的,invernment,就说,嗯,你这家公司里面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就是,我是不是喜欢这样的环境,如果说我喜欢这样的环境,我愿意,愿意跟那些人一起工作的话,呃,是什么公司,其实,呃,就说,我愿意,更愿意是,为一个,为一个,就是, 是这个公司的环境,让我感到舒服的公司,我去工作,然后他说,那什么样的环境是让你感到舒服的,然后我就说,就比大家都focus在一个,一个项目上,大家都是teamwork,然后teamplayer,然后,嗯,嗯,非常好交流,然后是非常peaceful的一个,一个环境,然后,他还,当然还会问一些,就是说,你,你,你对我们公司是什么看法,但你在,你在,你在跟他接这个面试之前,你肯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然后, 了解透了,他一定会问一些他,他公司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公司,他就问一些什么,呃,呃,就是他关于,相关于他公司的一些问题,他会问你,但是不会很,很细,就是很,很那种,很general的一些,他们关于他们公司的一个,就比如,打个比方说,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比如说,这个,这个是,这个卖车的公司,那你对这个,这个品牌有什么了解,没有,就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然后,呃,嗯, 嗯,然后他说,那你接下来三到五年之内有什么计划,然后我说,如果说有可能有,有,有,有这个chance的话,我愿意在一个我喜欢的公司一直做下去,然后,就成为这公司的一部分,跟他一起成长,大,大致就是这些,大概聊了半小时不到一点,他就说,你,你是多久,呃,完成,呃,多久做一次,呃,多长时间去做一次那个,呃,analyze,然后,做完analyze, 你,你还做了什么,你就做完这一步之后,你下一步再做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大概是两周做一次那个,呃,analyze,然后report给那个,用那个,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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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呃, 泰布罗,等一下,想不想,泰布罗,对,对,对,用泰布罗来,来展示给那个,展示给我的经理,我上一集,然后但是我每天都在做analyze,但是我每两周会用泰布罗来展示给我的经理,把这些数据展示给我经理,然后,呃,他们经理会去, 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哪些客人该重点的趋势论,对,就是这样,嗯,好,我们再调了几句话,那个,非常好,人家的,那个,其实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过程,啊,面试的过程,然后,那个, 我觉得是蛮顺畅的,你有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中,有没有这个科砍,科砍呀,科砍只有在,呃,回答的时候没有,但是我在听他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他在问我这个多久,那个,他问的,可能是我听力不太好,他问的,呃,比较那个, tack你口一点的词,然后我一开始没听明白,然后我就说,觉得他再说一遍,然后他就又说了一遍,然后,然后我还回答错了,我以为他是问我,呃,问我做了这个,有做了多久,然后我就说,哦,做了多久,然后他说,其实不是,他给我解析了一遍这个问题, 我说,哦,是这样,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回答了一遍,然后他说,嗯,我会给,那次move on next question,然后我们就进行了下一个问题,这,除了这个,其他都很顺畅其实,嗯,还有那个,那面试结束之后,他怎么说的, 啊,面试结束之后,他就说,呃,就说,呃,如果说我们,我们会给你,我们会有一到两周的时间来,就是说,决定给你,给你一些conformation,给你一些information,让你进行到下一轮的那个,呃,面试, 如果说你被选中了,呃,问,问价钱了吗,问你的那个expectation了吗,competition,问了,问了,问了,他问我说,你对你的工资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你可以说你现在的工资多少,我就是我现在的工资是多少,然后他说,OK,然后就下一个,下一个问题,嗯,呃,大家有问题吗,就就一个人,哦,对,他还问,他还问说,呃, 嗯,就是你为什么会离职,然后我就说,我,我需要一个就是更加一,更加一个challenge的工作,我,我take advantage,然后,然后我就说,那但是这个工作也是那个,呃,contract快到了,然后呢,他就问,那你有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可以就说,如果说,应聘了,你,你,你多久能来工作,我说我需要两星期的notice,但是可以,可以就是说,呃,呃,就是discuss with my management. OK,挺好,这是个什么样位置啊,这是别,是说说是别,但是marketing方面的吧,嗯,那个,我觉得我因为我这个,这个,这个位置是这样的,我看,因为那个节地我有,我看了,那个爱人也给我看了,我也,我们在面试前也谈了一下, 那个,那个,这是一个,一家银行,就是我,这是可以,大家可以知道,它是一家银行,我觉得很不错的,一家做那个金融服务的一家,一家银行,是做那个,基于dynamic CRM的marketing的,解决方案的,不是解决方案的,是那个服务的,service的,所以他在里面,谈到了, 呃,他里面没有提一句dynamic CRM,但是他列的,列出来的那些东西,就是dynamic CRM,知道吧,而且呢,他提到,但是他里面有,也有,也有数据方面的东西,所以说谈到,刚才谈到了做数据分析,对吧,那个,其实那,昨天那个,爱人过来谈的,其实有一点,就是说,他可能是这样问,就刚刚最后一个问题,问那个,你这个,你多少时间做一下数据分析啊, 然后他这个,这个爱人回答得很好,就是说,哎,我只大概给我的manager,我用table等等做一些分析,或者用那个excel等等,啊,在做数据分析,要给我的manager,然后manager通过他来进行管理的,是吧,来计划的,还有一个,那对我来说,因为比如我,那,所以这个,这是一个tricker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如果你是做marketing的,那我就不是一个,我觉得两周太,太短了,太,太长了,是吧,其实我对我们来说,如果做业务的话,如果做对业务人员的话, 其实这个数据分析是实时的,因为基本上现在我们的run business都是,都是数据驱动的,是吧,每时每刻,可能每天你都要看多次,你的这个,你的这个reporting,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是,呃,所以这个,这个,这个爱沙,他问,这是一个science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那个阿伦大德都非常好,非常,非常,非常的平滑,是不是,对,对,嗯,他,他,他问,他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是, 一,一周两次是,展示给我经历看的,然后我也没说,我是不是每天都在看,那我就反正说我一周两次,然后我用那个tabel来给我经历展示这个,这个所有的result,所有的我分析的结果,对,非常好,挺好,行,他问你,你们这个职位有几个人,然后我说,我想说一个人不太好,我说说两个人,嘿嘿嘿嘿,呃,吧,你说,你说那个, 那个,呃,他可能这个职位有几个人,他可能问,像那个刚才我们这现场有同学,他那个问他是整个团队有多少人,是不是,然后你有你有多少个BA,反正这个,这是一个奇异吧,反正我觉得,嗯,大家在准备的时候,项目一定要说清楚,是吧,刚才我们那个同学说,那个问他,你的项目叫什么名称,都要问出来,是不是,你这项目叫什么名称,就在另外一个面试,你的项目的名称,然后你在这期间做了多少个项目,这些项目都叫什么名字, 是不是,然后他就给你这样,他实际上,他只是通过这个来抓取你,抓取你,抓你,信心的跟你沟通交流,是吧,就走过去了,他只要证明你是OK的,是吧,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从这个,我们稍微扩展一下,这个项目要,项目,大家要做准备好,是吧,名称,名称,给他一个名称,随便给他一个就完了,是吧,行,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那个线上的,跟那个问,艾文啊,问,问大家,这不是银行直接面试的吗,这是银行,这是银行直接面试的吗, 嗯,对,我看那个叫个description是蛮好的,蛮好的一个职位,挺,挺不错的一个职位,啊,还有他比较慢,你看到了吧,一般像这样的公司比较慢,他这个朋友叫吧,他不是那种contract的,所以他比较,他这个,这个,这个,这个life cycle稍微的缓慢一些,他不想那么的及时,我看他在那个网站上,你po了30多天了,然后有好,好多人去发过简历,也,也没什么消息,然后, 所以他在问我,你需要多久的时候,我想他应该不是很着急找人,就是说按照正常的,应该都是两周的,两周的notice,然后,我就说我有两周的notice,但是我还给自己留点余地,我说,哎,我可以就说跟经理商量一下,就是可以,可以商量一下,怎么样可以提前,或者怎么样,对,行,没有问题,那个,非常非常好,那个,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呃,第一次 第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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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我们艾伦才,才开始求职吧,才开始,是不是才一周吧,才发的一个简历,但是他说他发简历的时候,是不是还觉得,哦,这个职位非常好,还就就就就来了,是不是艾伦,对,我当时想,哎,这个其实还挺轻,就是挺清晰的,就是要你做什么,然后东西也不是很多,感觉我都能做,然后,但是我看他已经发了30多天,我就说,那我碰碰运气,我发一个,发一个,发一个,他过了一周多,然后他没, 没联系我,我,我当时也就想,估计也就可能看不上我,然后,没想到他就给我发了个email,说要跟我电话面试,嗯,行,我们往,往下走吧,没,没问题,刚才那个艾伦在,呃,在,在,在讲的时候,提到一个北京的marketing,还有一个,说了一个工具叫,这个是咱们课程里面的吗,哦,这是问我的了,就是那个,艾伦就是地上marketing,还有那个tableau,tableau,其实我们是这样的,你看啊,tableau是我们哪个,那个,那个, 我们查理才给我们展示过,tableau,知道吗,哈哈哈,所以说我告诉你,这些东西,这些工具啊,其实都不难,对不对,就是你,你可以发迅速的去掌握一下,所以说你看我们,我们同学们给我们展示过tableau,scribe,然后那个包括的migration,我们不说migration,upgrade,就是那个2011,2013,2011,1516,所以这种还有,还有ADX portal,基本上我们不但CAM,我们的 是一个体系,然后跟它相关的这种基础体系,我们其实都不留起来了,是吧,而且这种体系,你必须问我们同学们,都很快,他们自己做一下研究,然后整个体系就拿下来了,然后在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sense上给我们做了展示了,而且这些东西都在哪,大家都可以互相参考,是吧,这个,所以说,我说这些东西,全部可以放在你们的口袋里头,都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头,scribe,tableau,ADX,对不对,然后那个,你当然了migration,现在那个CAM migration,很多很多,很广很广,所以在你的 在简历里面,那天我说,建议加上一条migration,是吧,是这样,那个,回答你问题了,对,好,在这里面我想给大家随便有个插曲啊,那个Alan还有问题跟Alan吗?好,谢谢Alan啊,谢谢啊,那个,我们有一个同学也是有一个面试,然后面试也是,很多面试是谈那种hypocytical的问题,他会发现很多很多很多啊,就是谈 这个behavior question,hypocytical question,像我们拿到面试的那种机会,其实他,他,他,他跟你谈的技术是一个面,他谈一下,哎,大家你有扇子,他要往下走了,更愿意想了解你,你是谁样的人,愿意跟你一块工作吗?所以这种hypocytical的问题是要,是,就成为一种正常沟通交流那种方式了,是吧,但是我们有一个同学,也是这周过的联系,他是在上周吧,也是面试一家公司,然后面试完之后,开始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hypocytical的问题,然后, 然后呢,后来呢,面完之后,又给他发了一个,这个这个,一个测试表,是,是测试这个你的性情的,大家对这个了解吗? 嘿嘿,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公司就容易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finance的公司,非常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那个,这个,这个,我就说我们反正是,这个,这个是我们是个session,大家随便聊聊,那个,这个东西我也知道,呃,我在微软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颜色的测试,它基本上把你看,根据你的比如蓝色,粉红色,还有红色等等,它来判断你的这个性情,有一个你的那个personality的一个趋势,我告诉你非常准啊,微软这个我倒不崇尚他,我去做过,我对那个东西在做的时候,因为我了解了,因为他以前做过嘛,我就是歇花了出去胡乱打打勾,是吧,所以做出来那个准确性不大,因为也没有意义,大家只做着玩,但是有一个测试, 那个准确性几狗,我告诉你,我那时候在Lenovo,我不知道你知道吗,Lenovo,做那个,做那个孔雀,猫头鹰,你做过吗,孔雀,猫头鹰,老虎和考拉,哇,那个真的,那个真的准,那时候,那时候是我们是,我是IT嘛,然后那小颜他们那时候,我们CIO,然后跟我们来做, 然后我们还到外面去做,听他来讲,那个真的准,他是,他又是把人呢,分了四类,你又是可以,他分了四大类,还有你,有一个你的本性,他就是人,你要么是老虎,要么你是猫头鹰,要么你是孔雀,要么是考拉,你知道你,你能通这个,你能想象那个人吗,人像老虎,你,你如果你是manager,你觉得你是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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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特性啊,绝对老虎,我告诉你,Lenovo,95%的manager都是老虎, 都是老虎,知道吧,然后那个很厉害,我们那边,大概那时候我们去了20多人,然后在上面来讲,我们拿出那个,我们的测试那个,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次测的时候,就顺手,就完全是本能性的测,所以他非常准,然后他们看出你的压力,看到你看到你的承受压力的能力,看到你是否happy,知道吧,然后他的,我看的时候非常非常准确,然后看到你的性情,哪些是你的本性,哪些是你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性情, 是很厉害的,所以说我们,你会看到那里面,所以说你,大家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会看到你是谁,你也会看到你同事是谁,在那里面,你像在在Lenovo这样一个环境下,90%多的manager都是老虎, 如果你是考拉,考拉是什么呢,就唯唯诺诺,哎哟,就是人你好,大家好,反正大家都忽略他,反正就是考拉嘛,那猫头鹰是什么,是工程师性的,非常精准,是不是,那种做开发,做扣定的,做那种设计的,实施的,这是喜欢的,你又是工程师,考拉猫头鹰比较好,孔雀是什么呢, 你能想象吧,那个嘴,天天在说,就展示展示展示,到哪就是说,是吧,就是孔雀,所以说,那后来我就这样的,我就说,所以说你看他厉害吧,如果是他来测试你的话, 如果你想嘛,他如果是想要一个,我就说,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个story,如果他想要一个BA的话,你觉得他想要什么人,他很真的能看住你,你BA他想要是什么人,孔雀,绝对是个孔雀嘛,要说嘛,然后呢,那你是PM他想要个什么人呢,一定是个老虎, 而且还有一个,你的这个特征不是单一的,你会在那测出来,你会发现你的第一特征是老虎,第二特征是孔雀, 也就是你第一特征是孔雀,第二特征是老虎,所以说,所以说他这个很多企业愿意做这样的测试,而且你第一次测试,你啥都不懂,你测完之后,他一下把你看得很透, 而且他能看到你现在高兴不高兴,非常准,我在跟你谈的时候,你高兴吗,你为什么要离职啊,你跟你的同事关系出的怎么样啊,对不对,他都能看得到,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 还有这种测试的一个原因,是吧,大家很多人嘻嘻嘻嘻哈一笑,其实他,其实他测的非常非常准,就是因为我自身过来的, 那么后来,后来我到那个微软,对吧,我那微软是测那种颜色的,我看之后是这个没有意思,是吧,没有什么价值,就不是没有意思, 不如那个形象,所以我就去请问那家公司来给我们做了,给我们的,给我的manager做了一个测试, 然后这家公司还不是微软的wander,还费了点劲,反正就成为微软的wander来给我们做测试, 那你知道这个测试为什么要做测试吗,那个我就我们关你们来说,我也想了解我的同事啊, 我想了解我的员工啊,是吧,也想了解我自己,其实第二次测试的时候,就那次在测试, 我已经不是准确的我了,因为我脑还知道怎么这个测试了, 所以我在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会脑袋里回一下,是吧, 回一下,我就想一下,那时候出来已经不是,你就会发现我都很平了, 我在那个Lenova是个大老虎,非常大的一个老虎,那时候因为你完全是本能选的嘛, 那在Magsoft的时候,我就很平了,我是老虎,这个孔雀, 还有一点猫头鹰的性格,是吧,就这样, 那我的同事,我告诉你,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准到什么程度啊, 我一个同事还很好的朋友,因为我那时候才加入Magsoft, 在我加入之前,我那个同事是acting我这个位置, 他是principle的development manager,acting我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加入过去,他就成为我下属了,是吧, 然后我第一次开会,一个小时的会,他讲了55分钟, 我在那待着,反正,那那好了,那我就觉得大家要相处嘛, 是一个团队嘛,大家一块work together,对吧, 我需要了解大家,我需要了解我下面的manager, 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测试, 其实柳传志也做这样的测试啊, 他跟他的那一批都做了这样的, 王小言就是在那做的测试啊,他看他们, 然后那个我就这样做,然后那个很有意思, 那个测试那个是个台湾的一个女的, 然后我说,我看我的下面这些manager,我说他怎么样啊, 就小伙子,他是从美国回去的, 那小伙子比我还大,大五六岁,非常资深, 在美国就做manager多年了, 他说他也是个老虎啊, 你看他又是个老虎是吧, 因为你了解你,他,你才能跟他相处嘛, 他说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他不是那样的老虎, 他是这样的,他说他非常形象, 他说你说假如他要降吧, 他说将我们想做这样的事情, 他说那个将会说,不将将说,不我想做这样做, 然后你他说你再说一遍, 他说将我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那个将说,哎呀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再说将我就要做这样的事情, 他说他一定说好吧,我就做这样的事情, 你看他都分析到这个程度, 我告诉你准不准啊, 以后整个我在微软将近五年嘛, 我跟我那同事, 我后的他,他后来回到美国了, 非常好,非常棒, 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吧, 非常smart的嘛, 但是他真是这样的人, 真是这样的人,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这个测试, 因为你如果第一次测试是非常准的, 是吧, 所以说那我们在面试求职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有的也很少了, 我们就只有这一例啊, 这是一个银行做service, 他做了这种测试, 你知道他为什么做这种测试吗, 其实他能通过这个能看到我们这个人的情况, 是吧, 而且你第一次做是非常准确的, 基本上, 那我也让我的, 其实我在那个MASO, 我也让我的老板去做这种测试, 老外嘛, 不管, 做这做, 然后那个分析师把他们那个profile拿着让我看, 反正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事情, 是吧, 老外一般的多, 老外啊, 老外就是我那个老外, 他是孔雀占了多一点, 又老虎和孔雀, 多一些, 你是不是听到这个MASO说的财务公司叫做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叫做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吧, 财务公司吧, 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里面现在要求日常做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不是, 他主要是, 他这个不是说你工作的具体的技术是什么, 他主要是你工作的性质, 他希望看到, 有的他企业压力比较大, 他希望他能通过这个看到你的这个压力的承受能力, 而且他能看到你现在的压力有多大, 知道吧, 然后他有的, 我给你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吧, 如果是, 你说吧, 如果是你的求职, 你比如你做BA, 一个BA我认为, 不在我看来, 一个BA啊, 做BA, 我觉得最不合适做BA的是哪个人, 是刚才我谈到的老虎, 考拉, 猫头鹰和这个孔雀,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做BA最不合适做的是猫头鹰,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 这肯定吧, 你如果实际上这样的性格来说, 如果你他是个猫头鹰, 你让他做了BA的这样工作, 他会非常的那种痛苦的,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这个压力很大, 他那个不快乐的指数, 就是压力太大, 又不是他的本性, 知道吗, 这种冲动, 他非常痛苦的, 所以这是make sense的, 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一种, 我觉得这是, 你要把它放到明面上来说, 这也不对啊, 对不对, 但是他会, 他真是, 这是很准的, 当时我也是一笑了之, 但是我做了一次之后, 我发现他有多准, 知道吗, 他真的能测出来, 就是几十道题, 你就随便的选, 都是很正常的题, 是吧, 是这样, 好吧, 就是这个给大家一个擦取吧, 行, 我们今天, 我们还是, 大家没问题吗, 还有一个, 我还是建议大家来过来探讨, 你把你在这个面试个scenario, 你哪里拿出来, 或者你, 我们有的同学已经工作了, 是吧, 他有时候还回来听, 那个拿出来, 放出来, 就scenario, 就一个场景拿出来, 我们探讨一下, 是不是, 然后这样的话, 那个对大家都有关注, 你面试, 你求职, 或者你总统一个scenario放出来, 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们来探讨一下, 其实有的东西没有最好, 但是呢, 大家可以互相的做一个参考, 是吧, 今天我主要是讲一下, 那个, 大概给大家过一下技术, 就是大家, 我大概看一下第三次, 第三次我给大家讲过了, 就第四次, 主要第四次的部分, 我们主要讲的是BI, 对吧, 主要是讲的BI, 其实那个花不了太多的时间, 然后呢, 我们先到第四次看一下吧, 然后再我们再到, 再到我们项目上看一下, 那个项目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下面做实施了,